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导师 以及FB前面的观众朋友 还有在场的嘉宾 也感谢我们主持人 美丽的主持人 我们淑琳有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学习的一个心得 说学习心得 那大家好 晚上好 好 那我是淑琳 那其实他刚刚在讲手在天上的庚 手在那很感动 你们知道 因为早上到晚就像我说我 虽然我不是走出人 但是每天就是在餐厅工作的时候 早上五点就起床 然后一直坐坐坐到九点才回到家 所以早上热到暗 暗也是真正是无痕 直到真的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就真的有天顶的 天顶的疼痛 可以让我解决呢 在这人生当中 当初遇到的两个困境 第一个就是我老公健康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财富 财品的部分 就是经济方面 我们从这样子十几年的一个困境 就是在那边循环循环 一直跑不出来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想去改变 但是就是你稍微不住 人在坎苦就是 烦恼 人会烦恼 就是都在烦恼 没有办法去解决 才会烦恼 你如果有办法 你就不会烦恼 就是因为找不到方法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才很烦恼 但是我们烦恼者 烦恼者 老实说 你越烦恼 你的负能量就越来越多 那过去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血 那是到了超级生命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的呆心 烦恼 都是负能量的开始 难怪我们的财运一直不能转 一直在那 人家说空振了 又空振 又没问题 还是往下跌 你知道吗 每年每年这样子循环 好累喔 真的很累 那刚刚他讲到财运多到不要 当然是希望财运多到不要 对不对 可是真的 就在超级 以前我们不懂这种逻辑观念的时候 我们总是去追着前跑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想贪心 所以我们会偷偷担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但是你看不错 人身心就很疲惫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的原因 那就在两年前遇到了我们家门口 就是因为一本千年之约跟我们结了这样 跟超级结了这样的一个上缘 那也真的也很感恩导师 因为著作了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也帮助了无数的上千万的人 那当然上千万的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然也没有关系 人们在看 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去验证 所以就开始验证的过程 哇 第一个送的礼物 就让我一年短短的一个半月 就这样子实修步骤一二三这样子做 一个半月 第一个先生的身体的健康 就得到了重生 五年解决不了的牛皮血的问题 竟然在一个半月就解决了 哇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刚 现在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财运多到多样 那这是一个 当然就是财运越多 当然是越好 那我可以多到不要 那所谓他多到不要就是 真的他来的时候 你真的想要挡也无法挡 你知道吗 那这阵子因为导师在上个礼拜 才一个礼拜 你看 上个礼拜才说 像地球下的这挺重要 那这一点要方就是爱的祈祷 那导师还没有讲到爱的祈祷之前 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在唱的时候 你就特别就是有感觉 因为他里面的歌诗 世界太平阳光普照 这也是我们进入超马所想要的 就是世界真的能够太平 那在这一今年的上半年 又那么不安的一年 疫情啊 种种 然后你看今天有一个消息 德国最大厂BMW 到大很大呢 财源一半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你看整个经济因为这一波 所以导师也就是说今年啊 外事连连友 经营特别多就是这样 所以导师才创造了 才在爱的祈祷里面注入了好多好多密码 那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 苏林真的感受到 因为这一个礼拜是我们的 我是在学校餐厅的那个餐厅 学生餐厅在经营 那到期末这一周是我们的期末周 因为我们要放暑假了 那一般期末都是我们生意啊 就是不好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都没开了 那小朋友磕完的都走 那期末生意其实都还好 就是没有很比原来的营丽尔都还要差 那结果呢 我之前呢早上出门 我一定先都放地址柜在车上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会知道到会儿了嘛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空允时间 可以去做功课 只好运用骑车的一个小时啊 然后自己要找时间 你想要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去找时间 把这些功课呢 真的去把它如实的完成 那不是 应该说不是例行公式的去做 是你知道做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去看地址规 为什么要做新保 你要懂每一个老师要我们做的原有 你做了以后你才会相应 于是派功课给人怎么就瞎完 这样就交代 不是在做交代 我们是要对自己交代 然后呢 现在呢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先什么 放爱的祈祷 还不是早上放 是在睡觉就一直放 那也有家人分享说 哇爱的祈祷 一枚放下手机都变热的 手机都变热了 有的是听到脸都变烫的 对啊哇真的 还要天天晚听到变烫的 那就是很有很有对应你知道吗 那就这样子放着放着呢 其实我本来在学校 因为之前来这边啊 其实真的我们要常来教室 那常来教室不管经厌会或分享会 你可以听到很多家人的分享 然后回去再去做实验 所以在学校本来我就是会放着 老师24小时就放着 那个导师的音乐的回旋软 那到晚上下班呢 一定都是重复旋软感恩式聚集 因为一听下来的能量在职场当中 来来去去那么多人 你也不晓得他的身上还是怎样 那我们就是听过家人的分享说 哇原来24小时播放着正能量的音乐 把整个那个生意场啊 然后营业额啊 就整个创新高 那就在这个礼拜呢 每天 现在大家都唱这条歌 乘车下班就这样唱 唱到自己也很欢迎 放在家里 老师说也不能制造人家的烦恼心 你知道吗 可是自己就是富有自主 就一直唱着唱着越唱越开心 哇果不其让你知道这个礼拜 原本我们是在最后 因为这个礼拜算是最后一个礼拜了 一 原本营业额 我们比原来营业额多了快一倍 哇 我就想说真的老师就有叫我们去做实验 然后不是自己听 是重点老师这首歌出来以后是自己听 一定要分享出去 那为什么要分享出去 因为世界的不安 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意念 在虚空中真的会改变我们整个地球道场 这次有江本校博士 他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水爱的结晶 就是水的结晶的实验 这是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所散发出去的意念 所以老师为什么要用歌曲音乐 然后他这里面又注入了很多密码 然后他要我们去实验 不是去实验 你就会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你自己去感受到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可是我真的有发觉 这一个礼拜听完以后 不管阳光 因为这一个礼拜也真的都是厌阳高照 天气都热到不行 一般的其实同学真的是 我们自己就吃不下来 所以说苗条的身材 这样来 你知道吗 滑到吃不下来 大家在厨房里就开始流汗 但是不是这样 是真的 在厨房真的会苗条 对 然后就听着听着 你看他财运多到不要今天 因为礼拜六 我们也因为在超马的实修过程当中 在餐厅又跟儿子能够多一个亲子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 因为本来礼拜六都要我去做 就是我们礼拜六就是服务学生 不管有没有我们还是要去服务 不然有一些远地区的学生就没有办法吃 这个是我以前 其实在超马也打破了这样的观念 因为以前我们拜六感觉做 我就没想到做了 因为我刚才去到这浪费时间 可是因为我们训习的地址规 然后导师而教导 我们虽然是在经营 但是我们经营的角度 真的要调动出爱 把他们视为起初的话 大学生上面现在真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都比我的孩子 一年级新生都比我孩子还小 所以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 我想说如果他们远地居来 要怎么会冬汤家 我们一天如果做200块 阿嬷就要做了 但是妈妈做过200块 我要是期议 就是虽然再怎么差 以前我就不想 因为我们选的利润 我们就不选的 可是今年就这样子坐着坐着 今天我儿子和我老公打了他 有两通电话给我 因为来不及煮饭你知道吗 早上10点我儿子就问说 妈妈那个要煮几杯米 我说期末期末的礼拜六 应该是没什么人 我想说你就自己看着办法 就可能煮个两杯 可以应付一下 因为前几周他都多三千 大概是这个营业 那两个兄弟去坐 就让他们给他的零用金 还有自己的餐厅 然后他就说好 那就这样子 结果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 先生拿来说 那个白痴在哪两个搭车 真的 塞车 而且因为米不公 他赶紧要把饭他煮下去了 因为两个人而已 不够 结果他煮了 太早煮饭 米心没头 结果第一个 他又米心没头 以前我们可能就这样子勉强 为了要生意就出去 可是不行 因为这里要顾及品质 吃了一口说不行 我要退单 退了差不多十几个 因为没够饭 他也没饭吃 所以就退单 然后后面还有一二四个同学要进来 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 这个也是在之前的 我们期末从来没有这样子 结果这样子 儿子也很开心 你看 然后很好笑 他先打电话 政权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笑笑的 我就说 这个都是能量 他说 对 你儿子就这样子讲 他如果跟妈妈讲 他一定就说 一定是我们的能量不足 你看钱上来到人情 你也不知道 你两个能量都不足 我的能量都足 对啊 你看财运 你真的 如当你一直在努力的实就过程当中 尤其是我真的这个礼拜唱爱的祈祷 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意 然后听着听着 这边去花这边的餐饮都注入爱的祈祷 你看 那无形当中在餐厅当中 你说小朋友在吃饭没有在听吗 其实他没有在听 可是我们的心只是想 导师一定有他的用意 而且他下的这一点重要 就是真的有他下半年度看到这整个地球道堂的优心 才会一直不断的下这一点重要 要我们赶快一直巴巴巴 不是自己听的 你也是要放火 对不对 我们管理完 我们爸爸也要放 这样世界才会好 这就是一个共好 共好共勇的一个世界 那所以我们在帮的过程当中 相对的你有在做 那也不要去想说会得到多少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很当初 其实在超马 不仅健康重生财务 让我们解决十年这样的困窘以外 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 当你每一次看到家人的分享 或者是我们我们所得到的 就是得到的帮助 让天地跟我们得到的帮助 你就是想要一直找到我们的那个核心价值 这个很有意义 你看到人家这样的时候 当你把这一本书给他 让他得到了帮助 得到了解决 你帮助一个人 不是我们要计算功德 这个其实没有想 只是想说你看到现在苦的人真的太多 当我们有愿意这样子分享出去 当人家解决了好多问题的时候 看到他们也因为这一本书 而得到了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生命蓝图的改变 那种喜悦是你比拥有更多钱还要来的快乐 那种幸福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抄马所获得的 这也是我这两年我最大 而且今天在礼拜五那一天 因为老师说一直要发爱的祈祷 然后爱的祈祷就这样发 我也会打一些字眼 对熟悉的朋友又打不同的字眼 那有时候在做生意也没时间静下来 就可能就利用中午 那中午有时候就要休息 没有休息就下午会有一点累 可是这阵子为了发这个 都不爱睡的你知道吗 能量一点就好就好 真的三点我们是两点到四点休息 然后我两点差不多一点半没了 里面有大姐她们在忙 然后就让她们收拾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坐下 我就开始在想什么 然后族群那么多 还有FB 还有还有IG 那么多可以发给朋友 我都另外发给朋友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过程到了三点 正确说你刚才不会要睡 我说我睡不着了 真心酸 就因为你想到这个出去 就可以拯救到整个地球道场 老师说的去做实验 只要反正就老师也不是说 是要做我买买的 像我们公众看到这几分色 身体都得过到整个的时候 是要做我买买的 就没有我们买到 不然我们会发来发来 真的地球当中在下半年度 就整个和平和响了 那是不是对我们来讲 是最大的收益 不是对地球 是我们也是以收益 因为全世界不好 我们也不好 看别人不好 我们也不可能会好 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好 那真的很希望邀请各位朋友 你们真的自己打开心门 怕你不来伺候 在超马世界里就怕你不是 你试了以后你绝会会爱上他 绝对一定会爱上他 而且不是说坐着就会有得好 不是 是我们真的超保美一套很棒的系统 系统就是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是有系统的 然后按部就班 只要照着导师的方法 照着导师的方法 不是自己辜搞瞎搞随便练就能够获得 不是这样是真的照着导师的方法 一步一步做 三天 最快三天 最慢九十天 能够让你在生命当中 看到各项的一个奇迹 然后惊喜连连 财运真的就多到不要 这是今天鼠领跟各位分享的 记得 爱的祈祷一定要分享 这是下半年度的一个重点 这是鼠领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家人的一个聆听感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